会不会考程式题 可能会有 可能是让你们写一个简单的小试 那或者有可能是叫你们 给你们一个程式 然后 请你们给程式码 然后请你们写出 写出他们可能执行结果之类的 就像这样 好 那我们来看第2档 今天讲到下礼拜四考这些考课 好 那个业务再考试 好 第2档一定会考的 所以 因为它是一个蛮大的重点 我们讲同步 然后去避免一些资源 同时对同一个资源做 选取的这种现象 所以同步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所以 这个一定会考一些东西 一定会考试题 一定会考试题 我们没办法完全讲 那我们还是会考一些这些没有 然后再讲配奏简单 好 讲一下为什么 为什么要讲Synchronization 这个要有这样子的机制呢 原因很简单 其实因为像 现在因为大部分的是 你是多个性的作业系统 所以你 通常基本上你是 都是那种 对那种结果 互相需要合作需求的一些process 在互相工作 那我们之前其实有跟您定义过的 所谓的cooperating的process 只是说 有些process 它可能会因为 别人的执行结果 受到 然后人不同 然后它会被 影响到它后来的执行结果 也有可能是因为它本身自己的执行结果 会去影响到别人 不管你是内音线 还是影响别人的 那你会有这样子的现象 那我们就说 它是一个cooperating process 那我们今天它最主要比较坚持 就是最怕的最想要考虑的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今天这些cooperating process 它们是会去同时去存取你的一些共同的资料 那这时候你就会执行 但就可能会出现 先后的执行顺序 就可能会造成最后结果的差异 所以你要去提供一个机制 去避免说 不会这一次run的时候 是先天用然后再逼用 然后下一次是逼用再逼用 你要来一个准则 这一天 这一张在讲解采的 就是在讲一个protocol 或者是讲一个content 让你今天你的系统 不会有那种规律 今天是谁先想到谁可以用 不是 它们都是follow这一定的路 今天如果你有些拿到cpu去使用 然后你会去存取一些资源 一定是你满足了某些条件之后 你才会往 你才有这样子的cpu去使用 资源或者信用 所以我们要来考虑 你要怎么去实做这些资源 或者是follow这些 可以吗 所以 像哪些 我们看这些例子 像哪些会有这种需要的费方 比如说 你这个suit 它们可能会共用一些费方随者 还是因为我们上次有讲一个例子 我们把 我们就create thread 然后把它加总 加总完之后的结果 把它放在那个global的variable 那个variable上面 然后 the parent thread就可以 the parent thread就可以去 透过那个global的variable 去拿到最后的结果 这是一种情况 你当然会有一个share share的之间 它们可能会共用某些资料的变数 这是一论 那problems之间 我们之前有谈过 你可以用share memory 去传递资料 那你如果不是做message 去pastings 而是做share memory的话 你比较怕的问题是 大家因为就是共用一块的 同样一块的记忆体空间 怕的事情是 今天我可以用它来做 资料的分享 没有错 可是我们怕说 今天A在用这个区段的时候 B也刚好在用这个区段 那你今天这个 一定会有一个 有一个人拿到的资料是错误 或是有一个人的资料 已经会被修改掉 那这个问题 我们就毕业的办法 可以吗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 不管现在是这两个 还是其他的情况下 我们最怕的问题就是这种 资料固定制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这一章 我们要去讨论说 怎么去毕业这件事情 可以吗 所以在这一章 我们主要是在讨论这个东西 好那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 我们在第3章 3.4.1讲的 就是前面 share memory 的时候 我们就有讲过 就要传统 我们在讨论share memory 这个机制的时候 我们习惯做什么 我们习惯把 把model 成一个之后 所谓的 producer consumer property 那些我也写了两个程式 然后画一点 大概有几成资讯去看 那 producer process 我们再误息一下 所谓的producer process 其实是 因为是形成 然后它会一直不断的放 制造出iPhone 然后把它放到 你的buck上面去 那基本上我们在这里 讨论的就是一个share 而且是用founted的 的buck 我们不讨论unbucked的 跟unbucked的 unbucked的 只有bucked 我们不讨论这种情况 我觉得 口约手边是一个founted的bucked 就是它有空间有限 你今天 那bucked买了 我就这样 我要producer要制造一个iPhone 我就去看等一下 只要只要bucked从某个iPhone 被producer使用 然后轻光 那consumer是不是就是 puffing 他会负责 这么一句从 那个buff里面 去拿出那种producer 制造出来的iPhone 然后拿 拿拿拿 拿拿 然后什么时候呢 然后这个buff上 你接住是空的时候 没有东西可以拿 才去看等一下 所以我们今天是讨论说 这两个 就是这两个 比如说跟扫书们 我们要怎么让进去 就是去试作它 就是用一个简单的新程式把它写出来 可以吗 好 那我们今天 因为我们要讨论一件事情就是 虽然今天有一个人就是 我们今天他 我们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说 今天他执行了 放了 然后我今天在哪 上诺服他会有问题 可能11到5是因为我之前有跟你讨过 你因为你现在是在跑 multi processor 即便你今天不是跑multi processor 你是在unit processor上面 你都有可能因为你的排程的关系 你的排程 spectory operation 的设计 那因为你每个人 每次分到CPU的时间 就能跑rower 他在他们执行完 某些动作的时候 他就会切换到别人去执行 所以你因为你有可能 然后在这种情况上 我们就说 两个人都是同时的意思在run 每个人都会完成一点点事情 切到另外一个人 或者是两个人同时在不同的 这就是这样的意思 那我们怕的事情就是 如果今天 如果他今天他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假设我今天有一个counter 他说是指示骨 然后有一个producer 专门是在 基本上producer在制造中心 就是我们把这个counter 当作是你的item 基本上就是把这个item 假设之后 那你把counter加加 就是把这个item的数目把它加加 然后consul 就是拿一个item之后 你就是把这个 拿走的时候 你把这个counter item的数目把它- 减 就是减 这样一个 好 那出于一件事情 所以假设你今天这个是5 加价之后可能变6 - 减之后可能是5- 1- 1- 4 他如果你先加加价之间 你会是解决的 再加价之后就是什么 他有四五六三个三种答案 可是如果你基本上 如果你像地方 你再想一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说 哎 只能这些制造 就是5加1变6 就是 讲说我跟 叫他快要赶快再解决 一会不会有就是 可是这个东西 不会像你想象中那么简单 原因是因为你现在工作 是丢在工作的时候很想化 所以你不会每次都像你想象到 我觉得你应该先加加价之间 所以答案应该还是回到 不是的 答案应该不是这样 所以 原因是什么 我是有这样讲过 你要把counter加加跟counter 这两个设计 你把它看一看 看一看一个10座 Machine Reader上面的10座 如果你看到10座 你就会发现 实际上 counter加加这个东西 我讲过了 你基本上在读语里面是 counter是一个变数 它会放在你进一个地方 你在CPU要执行的时候 你会就把counter这个字 放到一个region上面 接下来你是对色register做加1 然后接下来你再把register加1之后的结果 再重复去原本的变数的记忆体位置上面 或者说counter所在那个 就是你那个代表counter的变数 有一个记忆体位置上面的资料 它会变成是你加1之后的结果 这个是分三步去做的 每一个每一步都需要 一些CPU的运算时间 那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那另外一个解键也是一样的 就是 就把它变数load到你的register上面 然后说 对register的值做解极 再把register的值 存回到你的记忆体上面 有问题就是 就是 如果你今天 里面的这个 你的counter加1跟简简 你的 因为你会同时执行它 你可能会在两个CPU上面同时执行它 又或者是一个CPU上面 你会把这个步骤 切分成就是会穿插 不管这些是哪一种 它我们要调论的是 只要它有一个穿插 一个register的执行的话 它的结果就會收到 它的穿插 它互相拐贷的执行顺序 而有所不同 那主要来讲 看我绝对的因子吧 解释我今天 一开始 register 就是我的那个counter 是放的 然后我一开始是先t0执行 producer先执行 我执行 我今天把这个counter 放到register的外来 所以register外来 直接来自我 然后这时候再放t1执行 这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这个 讲错 就是时间 t0的时候 producer执行这个 然后t0的时候 producer在执行 加一 就从register外来自用 好 这种可能 来说我们今天是 讨论unitforses的 那个情况 因为可能今天 这是一支process 你今天时间到timeout 所以系统把一个interrupt 叫你做content switch 把你的gpu的执行权 交给consumer 这支process使用 那这时候 把consumer 这支process 直接开始做 刚开始要做简简单的工作 所以要做什么 把counter发落到 和register2 然后register2 现在是多少 register2 counter 现在的值是多少 因为你刚刚 结果还没求回去 所以它还是一样态度 结果接下来你做 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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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你再比如说 你再把consumer 再放你去consumer 去执行 你再把register2 存回到counter 这时候值倒是 所以你会注意到 你虽然你认文更例的时候 先加一样再进解之后 啊 可是它是取决一段 可是它在运动过程中 两个register值 最后谁先存 谁先放回去 谁先hold 谁比较后面存回去counter 或你找到最后的结果 而且甚至这样的结果 都不是对的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在讲的一个问题 就是 因为你的执行上 章差 而现在不一定会比 实际上 你的那种 i-1 他要来的 步骤 所以 这个步骤你之间的传差 会导致你结果的结果 会有什么不同 这种就是我们要是 讨论的 为什么你需要 去执行的问题 那像这样子的问题 因为我今天 很多process 所以同时这个variable content 同时的执行 content entry content entry就是在讲 平行 就是并级 同时的执行 像这样就是一个并级 就是大家传加 如果你还在 甚至是 一个unit processor 还是你今天 是在money processor money processor也是一样 两个人 producer一个卡组 会在故障的 其实就是这样的roll 可是 大家会有先后睡觉 你只要 你只要没有去避免 今天只有一个人 counter在被存进去执行 然后另外一个人 其实你先去 disable他的存序 那你永远都没有这样子的问题 那这样子的问题 我们说 只要你有多个process 所以同一个变数 然后会损掉这种 因为expusion 的order 执行上的顺序不同 而导致这个结果不同 这个现象 我们在这边 我们给它一个名字 我们把它叫做 rease condition 增加技能 而是卡进去在讲什么 它说 有多个数个process 然后会去存取 或是操作 同样一个资料 同时的去存同时的 可以吗 就是在讲 同一个时间 有多个process 然后会对同一块资料 都存取或操作 那 他们的最后的执行结果 会因为你存取 跟操作 share the memory 的顺序的不同 而最后的结果会有什么不同 这个现象 就把它叫做rease condition 什么意思 所以这一张 为什么要讨论sequalification 我们今天 就是要透过sequalification 提供一些机制 去提供一些policy 或是提供一些world 去限制说 在有可能 采取rease condition 这些process里面 当这些人 要先同时去存取 某一个share memory 所以share的变数的时候 我们现在要有个协定 去保证说 一次就只会有一个process 去对这个做成续 只要当它结束之后 然后 它不会再去对它做操作之后 我再去讨论下一个人进来 我们想要在这里讨论成功 那些人 都是在讨论这个问题 因为没有 好 所以 他们的作为系统 就是 一定 那种rease condition 的问题 已经就很普遍 比如说像我们有 两个process 就是 存取同一半 的share memory 都不用做其他的 有更大的资源 更多的资源 这些这样 那就一定会更多 没有 所以 我们接下来这一章 都在讨论 什么去解rease condition 的问题 我们到处在解rease condition 的问题之前 就是这个第一次 先给大家一个方法 第一个 到preical section 我们在preical section 我们在preical section 它就是说 你去盖一下 它说 它是一段的code 然后这个process 可能会去改变 这段code 里面的 有观众 比如说 countdown variable 就是你的share variable 就是你在这一段里面 你会有一些share的变数 然后 它可能会直接做更改 那做完更改之后 你别人不同 就是你也敢准取 这一块 这个reical section 的话 你就会有人产生 产生的rease condition 所以 其实讲白 就是你的程式里面 会有可能跟人家一起 同时存取而造成 而产生rease condition 那一部分功能 我们就把来做做 critical section 可以吗 所以 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就是要考虑说 嘿 我今天系统里面 有半个process 每一个process里面 它里面都会有一个固定的 就是critical section 然后 我们今天想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 如果今天有人用process 进到它的critical section 我们这时候 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就是 就是我们想要让 没有任何其他的process 在同一个时间 也进到critical section 因为 当两个人一起进到 critical section 的时候 他们就会可能 有一个风险就是 大家一起去存取 这种 三口的 那你就会造成rease condition 的问题 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想要去 guarantee 或是保证说 一次就是只有一个人 进到他的critical section 就是这样 你不然之后 放下一个人进到他的 critical section 可以吗 所以我们在这边 讨论的问题就是 我们说 如果你要解critical section 有这种problem 就是所讲的 还是 我一定要设计一套机制 不是一个写定 就是vertical 去保证说 每一次都 都只有一个人进到 critical section 去做 share variable 的操作 所以 你会看到是这样 整次的 如果你先把 critical section 每一个project 基本上 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 是这样子的 就是一个 一个个体 它会有一段 就是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 你有 你只要再进去 正确的话 你就会导致说 就说 ers condition 的问题发生 那 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们应该在这里 讨论的 secretization 都是在讨论说 欸 我这里应该要有一个 entery的 就是记录点 那记录点这边 我应该要去 去检查一些条件 或是我去 让它满足一定条件之后 我才放这个人进去 存取这一段 这段 后 出来的话 我就要先卡在这里等待 所以我的协定 就在讲说 这个entery section 我要怎么设计 然后同样的 但我今天我执行完 我的那些 有没有 有没有 变速的操作之后 我要离开 离开 离开之前 我是不是应该 把某些条件把它打开 让上面 在这里上面等待 其他process 可以有机会进来 所以 我要有一个existence action 是来做后续的处理 确保说 我连向过有人在这里等 他们不会因为我刚刚设定 我进来之后 那个卡 就是他们被卡在这里之后 那个条件一直没办法被打 我就会让他们一直卡在这里 以后就会全在 你在这边 然后避免这些现象 所以我有看到 在这里有一个existence existence action 是在等于最后续的处理动作 可以吗 那剩下的 你在处理 后续处理的 层次是什么 只要你不会牵扯到 risk condition 不会演成risk condition 这些问题 那剩下的那些code 我们都把它叫做reventence action 可以讲一下 可以吗 那 我们所谓的在讲的 一在讲的synchronization 技术 根本 或者pilot 或者proto 就在讲说 这两个synchron 是怎么设计的 可以吗 好 那基本上 要我们在考虑一些正常动的解法 就是 那些传统情况 就是 演算法之间 还有几个特性性 一样之外 我们今天过去很多人发现的 都不同的synchronization 的solution 不是演算法 好的 基本上 这些演算法 很多人后来 都会发 他会规纳出 如果你今天要配 synchronization properate 的话 基本上 这个solution 一定会满足三个条件 就是他一定会有三个特性 第一个是所谓的 mutual exclusion mutual exclusion 在讲什么 他就讲说 如果你今天 你的系统里面 有任何一个process 现在正在 他的preconception里面 执行 那mutual exclusion 就会跟你保证说 接下来一定不会有任何的 其他的process 可以寄到这个preconception 但 只要有一个人 寄到这里面的时候 不会有任何人 可以再寄来 就是 这些演算法 第一个 大家都一定会满足的 一个第一个特性 就是mutual exclusion 可以吗 第二个叫progress progress在跟你讲说 他说 如果有一个process 他今天 并没有在 就是 没有一个process 在执行 他的preconception 那 接下来 然后你又同时又有一些 就是有一个人 等他不暗策 或是有一个人 当进了执行 他根本还不会 根本还没有 就是跑到 就是 处理学校 那些code 上面 所以他根本还没有 想要进度preconception 那其他也有一些人 正在 刚刚我们说的 等待m3 section 这里在等待说 我想要进入preconception 去里面 去处理 所以 大家现在这里面 就是这里面的人 你要选一个人出来 选一个人出来 选一个人出来 选到preconception 他说 诶 有一些人 等待进入 他们的preconception 很厚 选择相对人的处理 那他跟你说 只有当 只有那些 正在等待 要进入preconception的人 他们可以参与到 你的选择里面 就是你的 你会选择的 选择的一个流程 这个流程里面 然后去决定 谁 谁可以进去 你就只有 只能是由这些人来决定 只有这些人 有资格的参与 你其他没有想进入preconception 谁选择的那些人 没有想进preconception 没有想进preconception 或是根本就他们执行到 那些人 他们没有资格 去妨害你 所以你要注意这些事情 所以 就是 你今天这个 这个 就是这个 selection 只能 只能跟那种 等待要进入preconception 有关的那些人 有关的影片 好 那注意哦 这个还有一个 这个 这个选择的流程 就是你要选中 这边比如说 五个人在等 这五个人的选择 选谁要进去 这个 这个事情 你不能被 不能被 不能被 无限期的延迟 就是他 根本会是这里的 那个规定 那再来就是 所有满足 这种 reconception 可以解中 reconception 解法 你跟第三个最重要的 第三个 第三个已经会满足 这种 就是这种 他只得跟你说 就是 当我今天 我有二个process 等待进入reconception 他跟你说 你每一个人 你都 最多最多 只会等 N减一次 所以他 一万个次数上 等待的限制 那你说 这里面N个人 最晚之外 可以跳出来 进去reconception 不能等超过N减一次 所以 概念上就是 你不能让有一个人 永远就是一直被 无穷的延后 如果你今天 N个人进来 你自分 你们是第二解 人有可能在更逢便 那就代表说 你有可能这个系统里面 有一次process 会被五种的一直 直接进入reconception的时间 这种情况 我们之前有讲过 这种是什么 stylation 有可能是 就是no priority 的process 永远都 一直等不到 进入reconception的时间 那这种现象 常在解reconception product的所有的 成功悬上 都是有限定的 所以我们发现说 它是有种 bomb这种 无限定的机制 你要去访问 大家都在某一个时间点 最多等N减一次之后 我就可以进入 可以做成功的进行 对吗 好 那 这个也就是在讲 他在做的系统基本上 都会有一些 提供一些相关的那种 protocol 或者是solution 选去解reconception的问题 比如说这种 clone structure 他 就是clone structure 他不会 maint a list 就是 maint a open file list 在那系统上面 然后如果今天 有两个process 如果今天想要 同时的去打单 就是 同时打开 同一个答案 同时哦 那他今天他就会是 他就会 他就会去update 这个list 那某一个人先开启之后 然后 才去让其他人去开启 然后你就是要去避免这些 raceconception的 三观的问题 所以 在curnal里面 我们是有需要 这种synchronization的手段 所以可以了解 很好 好 那 就这样我们先来看 就是你要解 create position 这个powerment 在做系统上 你要解create position powerment的话 最简单的想法就是 诶 如果我今天 我今天问你create position 今天是 有人在present 就这样很尴尬 我今天自行办理办 然后另外一个方式是create 然后就把我站起 然后他执行 执行完这楼子才可以执行 就是因为你会 就是你 你是做轻占式的单身 你就create create the whole 你这种 他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所以 解这个问题的 第一个最直接的想法就是 你在做一种想法 要实现 最简单的话就是 你做这种 然后create create position 这种课程 就是说 诶 今天不允许任何一个process 就是你在cernomall这个process 你只要有人有一个process 在cernomall上面drop 他就不允许他去 他被执行的 因为他 就是他 因为通常在cernomall的process 通常会牵扯到很多 共用共享资料的方面 所以他就说 在这种情况下 那我就不要允许他 就是不要允许他 去做给执行的 只要有人执行 他就执行完之后 我才去释放他的resource 或是他的器材 这是第一种简单的方法 那所以 所以我们就是 这种情况下 基本上你就可以把resource 卡进去的中原系统也处掉了 因为你根本就不允许 因为 在你的机制 在设计上 就你就不允许 因为你把reemption 把它关掉 所以你不允许他 所以基本上 你就不会有这种完全 所以这是一个 比较简单的情况 可是通常 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系统 他的那个response time 就很快 原因很简单 因为你来一个 比较重要的工作 然后比如说 你的滑鼠要 然后移动一下 因为你上面 是在run 一个很重的工作 所以他也会给你create 然后他又 放很久 所以你等到这个东西 run完之后 你放手带动 所以在这种 reemptive 这种kernel的设计上面 最后 你的reemption 是看东西比较差的 所以 在现在的 现在的作用系统上 你也有一些 用太多test 的需求 所以这种 这种原品的kernel 通常用的 动的OS版本 其实是越来越少的 所以基本上 大家都不太走 这样的设计 所以大家还是一样 还是会希望 这个去create 一个 create in the kernel 就是我可以 发射值 我已经是run 在kernel mode下面 我还是希望这个发射值 可以被create 如果在create 的话 那我就今天 就是我要去讨论一些 就是我有一些 软体上的管理方式 去确保我说 大家可以create 可以create 的时候我先 订一些条件 让他去检查一下 然后我去确保说 不会有人一起同时盖 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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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 必须用race condition 可以吗 那这里来讲一道 其实基本上 为什么你今天要 去perform 这种 presenting的kernel 也很简单 因为基本上 我今天就是 通常你今天 如果你有一个 kernel 今天run很久的话 你可能会有一些 危机出现 比如说你有一些 系统要down的 或者resource 已经要crash了 你没有办法赶快 启动回收 因为有一个人 他可能站得很久 那你回收机制 需要cpu空间 或者需要一些resource 他能拿不到 拿不到今天 你可能只要run完的时候 你的系统 都已经被crash了 你的系统已经crash了 你根本就没办法救回来 所以你有preventive的这种kernel 基本上有一些 较危险的情况发生的时候 你可以赶快停止它 你可以赶快停降它 然后赶快去其中一些 后序的处于什么 所以你的危机 在这种系统上 你的危险 就是潜在的危险会比较少 那再来就是我们讲的 就是你的realtime process 基本上 你需要 你需要给它 比较高的存件 所以你有一些realtime test 给你来 你必须要去买出 它的meet它的dain 所以你一定要在它的dain 的情况下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preventive的这种kernel设计 还是逼备 所以像 像早期的 Windows XP 或是Windows 2.0 它是那种preventive的kernel 可是到后期的 后期一点的 像 就是像 后期的Windows的版本 然后像 比较常用的 Muinows 或是Ninows 2.6 之后的版本 就让它 大家现在就走这种preventive的版本 可以吗 就是support 我们回复来看 一个最常见的 就是写 precursion problem 的solution 那 这个叫 就是第一个 第一个被提出来 然后比较完整 然后又比较容易让大家 写 precursion problem 的一个方法 我们把它叫做 Petersen的solution 这是一个软体的方法 就是 就是它是 你在写演算法之前 就是你在写演算法之前 就是加一些 这样简单的步骤 它又提供了一个 这样子 步骤最简单的protocol 给你看 那在这个 Petersen solution 的这种 演算法里面 我们基本上 我们就讨论 就是讨论 我们这些系统里面 有两支purchase 那这个purchase 它会一直交错的执行 然后而且他们会去 他们会有 他们会一直交错 他一直重复 一直不断去执行 他的critical session 跟他的remender session 然后他们会去 选取同样共有的变数 所以他会有 risk condition的问题 好 那在这个Petersen solution里面 你会两支process 一般我们基本上 把它交p0 一个人叫p1 或是有一个人叫pi 另外一个人叫pj 交错使用的 这个时候就是p0p1 或者pipj 就是这样 我们就考虑 我们先考虑这个process 可以吗 在这里面 因为我想要去 迟作 那个entry section 跟exit section 所以我们想要去 迟作那个procon 控制说 今天一次就只有一个人进去 然后另外有一个人 结束他的crepresentation之前之后 他要去做一些设定 让正在等待那个人 他可以进到你的crepresentation里面 所以你需要一些变数 这个变数有两个 第一个是所谓的tun tun就是tun 通常如果你等于0 要么等于0 要么等于1 或是要么等于i 要么等于j 我们这里就是用0跟1来代表 比较简单 就是用01来代表 所以如果tun等0 就代表p0 p0可以进入crepresentation 然后如果tun等1 就代表p1可以进入crepresentation 可以吗 那你会有两个 你会有一个flag flag就是 我们去定一个孤英的flag的array 就是它是一个 它里面就是样子比方之一 fragly代表的是p0 这时候如果fragly是true 就代表p0这时候 它想要进入crepresentation 如果flag的0 它等于false 就代表p0 没有要进入crepresentation 它可能是在remendation 更执行 或者是它可能还没执行到 crepresentation 准备要进入crepresentation 那一个部分 所以如果我们用fragly i如果整理true的话 就是说 这个pi 就想要进入crepresentation 等于false 就是说它不想进入crepresentation 可以吗 好 所以我们在这边 就是说 我们说用tend来决定说 现在也可以进入crepresentation 用flag来 来表示说 现在大家 这个process 已经ready 要进入crepresentation 所以说 如果flag app 也true的话 就是要说pi 现在是ready了 它准备要进入crepresentation 只要你选到我 现在很好 你就进去了 好 所以我们来之前 刚刚说的 你的mt section 跟c section 我们想要停一些code 去避免说 同一个时间 会有两个人进来 我们想要 就是去避免这件事情 然后你要记得 刚刚我们提到三个特性 所有满足crepresentation 可以解这种crepresentation problem 之后所有的解法 它已经满足三个条件 一个是mutual exclusion 一个是progress 一个是bounty的危机 一定要满足这件事情 那等一下我们在这里 我现在想我要怎么做 所以它在这里面 我们现在来看这个 他怎么做 他这里面他做 第一个 你既然这是一个pi 就是这个是processpi 那你要想 你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在想 你在读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要办法想哪个 另外一个叫pj 在这里一模一样 那只是这里都变是 这里是i的地方 那就改成j 然后这里是j的地方 再另外一个人字 那它就改成i 什么问题 想这个东西的时候 就是把它想成一样的 然后它就会变出对称 那你快来看 第一个 我的pi 我现在要进入prepropstation 所以我是不是要先把我的flag 把设成true 跟我的作用系统组 我现在已经准备要进入我的prepropstation 所以第一开始 我要先把 先把我的flag设成true 然后接下来我把 我说我把那个 进入prepropstation的机会 我先把它设定成j pj 我说我先让给pj 然后先让给pj 那接下来我就进入这个坏黄圈 就进入这个最后的坏黄圈 就进入这个最后的坏黄圈 等待 好 等待什么呢 你看到他今天做什么 他说 如果说今天坏黄 frag的j 就说如果这个是e and 就是而且tun也通常是j的话 frag的j如果是true 而且这个tun 刚刚就等于j的话 就是说 j想要跑 而且这时候我刚刚又把tun测成j 那这时候他这个东西成立的话 他要慢成立 你是不是就是你直接够他 就是说 诶 你现在在这 无所会的东西在这里 对吗 就是说 另外一个partners 他也想要让 你把那个射起来 那我刚刚又把tun设成j了 那他想要说 他 这个人满足 而且你现在又告诉他的pj 可以进入 我不行 我要先在这里 所以我这里就是 我有一个斗点 就是基本上 他这个条件是满足 所以他可以一直成立 他就是一直在这个坏 完全在 不久很久 然后 等到今天 如果今天他可以进入这种情况 你刚刚说 诶我刚把tun设成j了啊 可是 如果j那时候不想跑 pj就等于false false 就是一个0 然后就算今天这个是成立的 他一样他还是false 坏了成立你就进来 所以 这第一种情况 所以 第一种情况是 我可以进来的时候 对面没有人 就是对面那个人 就是另外一个pj 他没有想要进 所以这是false的时候 他可以进来 另外一种情况是什么 另外一种情况是 诶今天我两个人都想要进来 所以诶这个也是true 可是 因为我说了 你有两支 因我一样的parse 他还会执行 他执行到一半的时候 诶他执行完之后 他把他跟tun设成j了 所以 如果他今天 我觉得他今天想要执行 可是他先把tun设成j了之后 那我今天 一样这个东西就不成立 所以这个是false 我就一样 可以进入free call session 所以pi 就是这两种情况 可以进入free call session 只要这个条件 任何人都不满足 我就进来 我进来 进来执行完之后 我执行完之后 我要把 我要把那个 就是控制 就是交出去 所以我要先做什么 我要先把 就我要把 跟人家讲说 我已经离开了 我要去做repender session 我不需要再进入free call session 之前 所以我把flag i 我等生的flag 把他设成false 然后万一 结束的 然后随便他如下执行 执行完之后 我再往回头来之后 再重新再做 每次要进入free call session 之后 我就会一直再重新再做一次 看看那个身边 所以 你要看一下就是 基本上你要想这个东西的时候 想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就想成两个 然后就开始去比较它 就是两个一模一样 只是这个对程 就是如果是pj的时候 这就是减大 他要想减大i 然后这个是j i的一旁边 j的一旁边 j的一旁边 那你朋友来看 我们说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我们已经认证过 它是可以解requisition problem 的solution 那它总 它我们刚刚说过 你说很满足requisition 的solution的 可以解这种requisition problem 这种j吧 它已经满足了三个条件 然后我们来证明说 它是我们满足的 第一个 pj的solution pj的solution 它是有个保证 怎么保证呢 很简单 我说 你只有一个人 进入prequisition 之后 另外一个人已经不能进入 所以你看 今天 pi如果今天已经进入 他prequisition 什么情况会进来 你快来看一下 什么情况会进来 就是这个 file回去不成立 file回去什么时候不成立 file回去不成立的话 就两个情况 第一个是 breakj 等于false 对不对 就是 pj他没有手 进入prequisition 要嘛 就是另外一种就是 tun刚好 就是 就是如果flagj 是true 可是tun 刚好叫做mine 就是因为 你还有另外一个人 可以是长一模一样 只是 他把他 file回去 true之后 file回去 true之后 然后他就把他趁射成来 所以 他只有两种 他就两种情况 不管你今天是哪一种情况 只要你今天 进入prequisition 你要嘛就是file j 要嘛就是tun 你在这种情况下 你在这种情况下 你的pj 是一定会进来 原因很简单 因为pj在这里 我说另外一个pj 如果今天进来之后 pj对file file的i 它就是true 而且把我tun又等于你 tun又等于你 所以你看 人家已经进来之后 他就是卡在这个 他的自己本身 很坏的回旋里面 可以吗 帮我们来考虑另外一种情况 如果有一种情况是什么 如果两个pj 都想要进入 他的prequisition 所以他今天file的i 就是那个制度 等于true 可是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你要进入prequisition 的时候 你还会被另外一个条件卡的 就是你的那个什么 你的true 你的true 就是要法等于i 就是要法等于1 可是你不可能 这个true不可能是forse 就不可能是0.41 所以这件事情 都反共的说 你今天就算两个 都想要进入requisition 可是因为你的true 要法等于i 要法等于a 所以代表说 你只有一个人可以进入 所以 因为他不可能是两个 两个同时这地方 所以 你一定是两个 就是两个里面 一定只有一个进入requisition 然后一直到 等一下另外一个 你平坦之后 另外一个 那个在等待你才进 所以第一个 我保证的一件事情 每次进requisition 的人就只有一个人 所以比如说 这个特性 被满足了 所以这个是一种 再来第二个 我们今天 他的progress 那种requisition 也被满足了 我来复习一下 progress 那种想法 他跟你说 如果今天 没有人想要进requisition 我今天我等 等待一个 就是我等 就是然后有 就是两个人里面 有一个人没有想要进去 有一个人等 要进去 他跟你说 等待的那一个人 等待的那一个人 就是 你要选 谁要进入requisition 那个人 你不能 你不能受到那种 没有想要进入requisition 那个人的影响 原因很简单 但是 其实以前他P2C solution 他其实他是在三间段 被完成的 以前旧版本上可能 就是他一二三 就是solution one solution two 然后再次P2C solution solution one 里面 他就提了一个 就是会不满足progress 去年五六 我把他跑出来 我把一年我把 我把那个 我把我的笔记 因为我以前 念大学的时候 我现在的笔记 我在 上车当那个 let's work给你们看 所以这个内容就是 证评 但是因为时间不够 如果我们现在课 我现在基本上 F4P2C是无权 好我们来看 还是一样我们来看 progress 这个入开论 他是又被满足的 你看他们都满足的 第一个 我今天我们先 会把分给fx看 fx 第一个 如果今天 pi 今天是ready 要进入他的freeport session 那p 今天还没 还没ready 还没ready 他没有想要进入他的freeport session 所以你就想 他如果ready的话 先想 pi 的那个trade 还是要进去 比如 pj 没有ready 你可以再把frag j 给forse 可以吗 所以就变错 frag j 给forse 所以今天pi 想要进入 你注意一下 pi 想要进入creeport session 的时候 他们有受到 pj 的影响 没有 因为他今天 人家在 他虽然特别很z 可是因为 那个frag j 是forse 所以 人家他没有要进去 所以我就不会再 被卡在这个坏汇圈 所以这个坏汇圈 根本就不会持续 所以pi 想要进来 即便今天正不是他 还是可以直接进来 所以 我今天就有满足 pj 就要想要进去 我pi 想要进去的时候 我没有受到pj 的那个 我没有受到这个tun的影响 所以我可以直接 没有人想要进来的时候 我就可以直接进来 所以这个是 这是第一种情况 就是 在这种情况下 他没有受到 他没有满足 那个progress的要求 第二种情况 就是说 哎 两个人都想要 进到pj 和pj 那所以 跟刚刚一样 两个人都想要进入 frag j 和pj 就是true 那他们两个 两个人里面 我们说 你知道在 要进入pj和share 里面 你可以自己 他们那个 选择谁要进去 只能自己由 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来控制 那你注意到他要进frag j 回旋之前 有一个人是把tun设成i 有一个人是把tun设成谁 不管你今天是哪一个 哪个cpu先做 哪个哪个cpu后座 你一定就只有 你其中会成定 那一定就是取决于说 哪个比较后面成定 那谁就先进去 好 那你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 不管你今天是 这个东西 谁先做谁后座 反正 今天影响到 谁能进去的 还是只有pj 和pj 所以还是满足 刚刚我们在progress说的 你要进入cpu先做那个选举的过程 能做决定的 永远都只有在那些 所以非要进入cpu先做 cpu先做process radiable cpu先做process cpu先做process 可以去拆读这个选举 选举 选举 所以这个也是满足 所以在test2的时候 我们也是满足 所以 如果你今天最后设定的结果 是特等的来 那就平安进去 如果你今天是特等的结果 可能就是pj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也是有满足 那最后一种 邦记都会挺 这个也是 比方我们一样 我们也要 我们也要 想办法meet他 那 这会挺说 一样邦记都会挺说 讲白话也讲说 你不能有starration 不能starration 就是说 如果我有两个process 那 我要保证说 不会有任何一个process 等超过两次的 不会等大云等云两次的 我一定是等一次 那种下一次 就已经知道 如果你今天有n个 等 等n减一次之后 dn自己一定要使用 可以吗 就是n个人 在那个fire回心那里等 大家要进入 那我要保证说 我最终就是等n减一次 所以 邦记的VT基本上就是这个概念 所以他跟你说 假设我今天 我的pj 离开他的preco session 然后 我今天我以为把 把frag的j把射成force 那这时候pi 就可以进入preco session 所以 他就跟你说 如果我两个人 都是在那个什么 就是在fire回学 那你都把frag的 他们本身frag的射程处理 都说 为什么frag一定要进入preco session 今天不管今天 甚至是射到i 还是射到j 有一个人一定要先进去 另外一个人要等待 那 你要看 等待一个人 就是进到preco session 那一个人 他是执行完preco session 之后 他就会把 离开之后 他就会把他的frag设成force 一旦设成force 一旦设成force的时候 那个卡在外文圈 那个人就进去 他就不用等待 那 你会问一个问题 你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 嘿 我们快来看这个 嘿 如果今天 注意到这个现象 你就说 老师如果我今天 你用这种台词 你说CP就跑得比较多 如果我今天 假设我今天是flag i 那flag j 两个都设成true 那假设我今天在这里 这个运气比较好 flag i 自己很深 先 就是先通过 好 那 那个flag pj 卡在他的快活就很难 嘿 老师如果今天 好死不死我今天 pi执行完preco session 哇 设成force 然后我 可是我因为我CP的时间 还剩 所以我又继续把 乳原科生权执行完之后 又回到 快要回去 这时候pj 会不会再等一次 会不会再等一次 会不会又是pi进去 那我们就来想 如果你今天真的pi 可能真的那么厉害 就刚好他运气那么好 还不知道那么多CP的时间 好你看哦 flag j 在这里面他还是true 就是他还是 他虽然他条件已经不成立了 才pi离开这里的时候 他条件已经不成立了 可是因为他没有cpu 他没有拿到cpu执行权 所以他可能还是卡在这里 没办法做按照 pj pi这时候又一直 然后 回来说 我把一次设成true 然后这时候我把turn 把它设成j 然后现在我就进来了 不好意思 刚刚因为flag j 他刚刚就卡在这里等 他就说他已经要进去了 所以他是true pj flag j是true 而且我刚刚 我要进来之前 我把他这样设成 设给pj使用 所以我就算想要再进去 可是我因为刚刚已经限制自己了 我一定要先把这个机会 先让pj 所以我就必须要卡在这里等 然后就卡卡 卡到cpu没了 cpu没了 就cpu这一次 那种开始还是没有了 那就换pj执行 那pj就是说 哦 今天 flag j是true 可是我今天 我的turn都很厉害 因为他刚刚已经把他设成完了 所以 那我拿到cpu的时候 我就可以自然来进去了 所以我们要等超过 我们要等超过 超过一次 因为刚刚 我先等了 我刚刚先让他进去了 所以我等几次了 可是等到他再回来的时候 他必须要帮我 因为我只有 刚刚我今天我执行完 我把我自己执行完 我把我自己执行的 freader准设成force的时候 pi 才可以再重复这个换回去 才可以再往下执行 所以 这种情况下 它是用满足 方便都为您的 可以吗 好 好 所以后面都在讲说 讲这个例子 就是 所以我们都在讲这个例子 可以吗 好 那我们再来再讨论一下 就是 应该系统上 除了就是这种 software inbase 的这种 solution 也有另外一种方式 是用一些硬体 提供的一些tour 来满足 这个硬体的tour 基本上 概念就是我们好像 我们想要用一个lock 就是一个简单的tour 我们把它叫lock 每次在进入click code section之前 我就跟系统说 我去拿一个例子 比如说 我去拿acquire一个bug 如果拿到了 我就可以先把 就是这种share 原点的功能 先把它关掉 或是跟 就是对这个click code section 做更改的这个功能 其他人的权力把它阻止 就是把它挡住 等到我今天不用改了 那别人可以进来改的时候 我就把这个lock 把它release掉 那我就往下做其他事情 其他人就可以了 就是看谁拿到 在acquirelock的这个步骤成功 它就可以进click code section 概念上 基本概念上是这个样子 可以吗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讨论说 你实作上 我们要怎么去实作这种lock 这个字枝 所以你第一题上 要怎么去实作这个lock 这是第一个idea 那实作的方法要很多 那有一些就是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第一个 一个如果你在unit process上面 很快的lock在始作上 基本上很简单 就是把interlock 把它disable 因为你把interlock disable的话 基本上你就不会 你就不会有 就是有高优先权 在run的时候 突然被中 就是一个低优先权 在run一半 突然被中断 所以 另外他就是说 哎 我就是 我就是run 我拿到快的lock 之后 成功之后 我就把interlock 暂时的把disable掉 那这时候 别人会发interlock 我就不会有被中断 那我就可以正常执行完 那一段code 等到我要离开的时候 再把这个interlock 把它进able 那我就可以做这个事情了 可以吗 那 现在呢 这是早期的unit processor 常用的手段 那现在因为 你是multiprocessor 你要disableinterlock 基本上不是那么有效的方法 所以现在大部分的作业系统 不是提供一个 比较特别的 叫做atomic的hardware structure atomic 你去把它去查单子 它是 atom 就前面atom 你把ic把它去掉 就是原子 再跟你讲说 它是一个基本单位 因为原子 我们都把它当作一个 物质的基本单位 基本上 就是我们可以讲 atomic 你一定要保证这个指令执行完之后 接下来看 这个指令 如果我们说一个指令是atomic 那里面可能会包很多个步骤 他跟你说 只要你今天这个指令 这些指令是属于atomic structure 的话 这些步骤都会一起被完成 它们在完成之前 它都不会被中断 不会被毁在这边 所以 我举一个例子 如果我们今天说 你有一个atomic的加价指令 就是刚刚我们说 有一个atomic的指令 所以我们刚刚说 你先把register 就是把变数 然后放register1 然后你把register1 做加1 然后你再把这个 register1的指 把你存回去 如果我们说 它是一个atomic的指令 的话 我们可以保证这件事情 这三道指令 在做的时候 看一次被做完 中间不会被散架 其他指令 所以 讲atomic 他会会很选择 在讲说 你今天在执行这一道指令的过程中 你一定是这种interruptible 就是你不能被分割 不能被中断 你不能被分割 你中间不会有任何其他指令插进来 你可以透过硬体上去 硬体会提供这样的一个功能给你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 我现在有一个指令 在做一个设定的时候 它一定不会被interrupt了 所以 我只要去确保说 谁拿到 谁先拿到 谁后面拿到 然后做一些后续的解答就好 我就不用去担心 你要穿下问题 那 像atomic的harvard 基本上你会常看到有两种 一种是test and set 然后这个test and set 就是说 你会先去test 你会set 一个word的content 或是一个变数的content 然后 整个步骤它可能会分成几步 然后它跟你做保证 这几步都是tomic和0 就是它不会被分合 它一次都不是喜欢 另外一种是swap swap也是那种 基本上做一些统统 或是系统程式里面 常常考的一个感情 就是 你是swap的两个word的content 你就把它做交换 透过做这种交换 然后你去把 你去让某些编书 去把它卡住 然后一样它跟你说 swap的这个 样子把它做成tank 但是 有硬体提供的指令 可能是你的指令体 或是你的硬体 本身就有提供这样的指令给你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基本上大部分的解法 都会用这两个硬体指令 大部分现在的周围线 都会用这种的硬体指令 去解criticalization的Profit 可以吗?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种tomic的test and set 或是tomic的swap 要怎么做 tomic的test and set 会长这样 它是一个function 这个function里面 你会反映一个变数进来 然后你注意到 一个物理的变数进来 或者你是外面或者有一个变数 那又要把它传进来 它做什么事情呢? 还是进来 它就先把这个 传进来的这个copy 这个面数 把它传在它的 redoundary上面 这个部分的 在背路上面 接下来它把这个copy 就是我 刚刚传进来的那个地方 那个值 把它设成true 主法设成true 然后我把它 它刚刚把你进来的值 把它设成true 然后它把它给你保证 这三道步骤一起做 可以吗? 就是 它在执行这三道指令的时候 这是一个硬体的指令 它 提供了一个硬体的指令 这个是一个硬体的指令 这个是一个硬体的作用 没问题 好,那 你注意一件事情 我们接下来 用这样子的一道硬体指令 去满足说 就是mutual exclusion这个概念 好 我们就会先设 这怎么用它呢? 我们就会说 我们先设一个物理的变数 我们把它叫luck 就是我们刚刚做的luck 初始终我把它叫l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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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看,那 用这个之后 我刚刚用eprocess PI的entrical center 跟in-c session 我就可以把它改成这样 所以用sendure 跟reventure session 还是一样的 可是我今天 进来的影片中 注意一件事情 我用hide 然后test and save 然后luck 然后把notchrist 转进去 那 转进去的时候你就想 如果我今天一开始 第一个人 假设有两个人 两个人想要进来 其中一个 因为一开始都是luck 都是force 所以 只要有任何一个人 先拿到cpu成功 那他今天 他今天呼叫这一道指令的时候 你注意看 他是force force 那一个人注意 反正PI用bj 一定有个字 我们讲这是PI 第二天拿到luck 然后他把force 传进去 你注意到 我把force传进去 传到这个微信概率里面 然后我接下来 我把top in 就是我现在传一支luck 就是我把top luck的话是成true 接下来我把那个 刚刚传进来的一个force 把他认定 你第一个人 执行这个test and save 成功的一个PI 他今天第一次呼叫之后 他就会回想一个force 所以忽然用force 他就不会被RZ 装回去 他就进quity position pj比较普通一点 他没有先执行这道指令成功 所以当他轮到他的时候 他会呼叫这个test and save and lock 这个function的时候 你注意看 因为刚刚已经 这个lock的词 已经PI进去的时候 你把它改成true 你注意到 所以你看他进来的时候 他今天 另外一个pj在叫的时候 他呼叫的时候 他就说 你今天把true 存在genery 然后你把你刚刚这个 刚那个lock的词 原本就是true 只是你还是把它设成true 而是刚刚你这个test and save 你这个test and save 你这个地方 我轮出去给他 但pj在这一道指令的地方之后 他就去看到wireshue 我就卡在这个 放在门前里面 坐在那里 他就不能进去 那这个指令 这个指令 成功的表现出来是什么 所以说 你今天这些步骤 他本身是 比如说他是个tomic 就是说 这些一次一定会被完成 所以你不会被人家穿插进来 所以那个结果一定是可以 所以他就是 那我还是一直说 那我还是他可能 来不及 他可能今天就是 就像pj比较衰 就是 他这次有五角成功 因为你之前在pj 这样去 所以他就是pj 就会卡在这里 然后pj pj就会卡在这里 pj就会卡在这里 等到pj 执行完之后呢 做什么事情 我英文执行完 说话吗 lock的设成foss 那lock的设成foss pj就会pj就会在这里 就是另外一个pj在这里 所以在pj就会说 很一样 我穿foss去拿 不然foss放了return 我再把 我那个lock的设成foss 然后再return return那个foss回来 之后 是不是就pj就会进去 然后pj这时候 就卡在 20万卡里进去 所以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简单的atomic 它会成全的 的使用方法 然后另外一个 atomic swap and trunch 概念上基本上是一样的 基本上我们这支笔也是一样 用三个词 第一个是value 然后另外一个是 我期望的词 另外一个是 因为 就是新的 新的value 然后你注意看 它怎么用呢 可是一样 我swap的进来 会先把一个那个什么value 把那个value的值 放在10分里面 因为它做什么事情 如果我传进来的值 跟我预期的值是一样的话 跟我预期的值是一样的话 我就把它这个值 改成一个新的数字 然后我把刚刚准备的这个结构 把它回转 你自己想一下 基本上它的想法 跟刚刚那个什么 test access 一样的 你的value就是 你目前lock的值 expective的话 就是它就是什么 就是你 你期望它是true 如果是true的话 你就把它改成false 因为想说 如果它是false的话 false的话 就把它改成true 然后我就把我 改到那个false 把它回转 放第一个人可以进去 你要新的人进来 如果他 他如果没有 他因为他都不满足这个条件 所以他都 他都会一直retend true 然后就卡在外套的圈圈里面 所以你现在 你现在 照这个博士去看看 你直接向前面上 你就知道了 你要怎么用它 一开始 我已经用一个物理的变速 五样法就是lock 初始之后 还要false 那接下来说什么呢 我每次都这样等 后来 这compare跟swap 其实就是swap 我把swap 第一个PI进去的时候 这个lock 是false 然后我期望它是零 然后 然后我要把先的圣殿值 把它叫做b 所以你注意看 第一个进来 拿到这个指令去做swap 你看 他说PI 就跟那一样 PI是什么叫性命的那一位 他先传个false进来 你注意看 我先把false存在tap 所以我等下retend就是tap 所以第一个零一定可以过 最近credo 可是我们要看的是后面这里 如果我进来那个是false 然后当我跟我预期的零是长一样的 就是false跟零是一样的 哦 那我就把 我就把我们传进了locklock的值 把它改成新的值 也就是1 所以意思在做什么 他还可以做 等一下今天第一个人呼叫的时候 他今天一开始是false 所以第一个人呼叫成功人的 他就是因为他会不会像false 坏了五圈他就不会卡 他就进去 可是第二个进来那个人 因为刚刚第一个人进来之后 他就把那个什么 他把那个false改成true 对吗 因为他说我进来的是false 刚好是等于 所以我今天就把那个false 那个lock的那个变数 改成我预计 发预设一个新的值 也就是true 就是第一 所以PJ 这会卡在这边 其实还坏了五圈 无穷的 一直等到什么 等到今天PI予算的时候 我再把它打开个false 看一个正常的图案 有没有问题 就是这样子 可以哦 好 那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 像我用的test and set 或是swap的这些function 基本上我就只能保证这些事情 我可以保证说 我的颜算法 一定会满足mutual exclusion 可是它有没有满足 方形的威力 还是没有 你看 它在这里面 它只有做mutual exclusion的保证 可是它没有做方形的威力 所以就像刚刚我说的 如果你刚刚这个 例子 如果你像我刚刚提的 如果你PJ很幸运 就是CPU 哪个时间这么越多 是不是有机会 设成force之后 你又继续执行 再回来之后 你又叫回一次这个 叫回一次这个 因为你PJ 还拿不到CPU的执行权 所以它一直没有办法去执行 这个办回权的检查 所以PJ这时候又在进一次 假设你进来 进步以后 设计之后 诶 你今天PI的时间 那种开放这个使用完 然后 这时候换PJ执行 它还是没办法 因为人家已经进去了 它还是卡在这边 所以 在这种情况下 你现在 有这种简单的 满足mutual exclusion的工具 可是实际上 你还是要去想办法去解决 这种方形的问题 跟我们说 后面的progress的问题 可以吗 好 这个我们刚刚就讲 这是我们刚刚就讲 好 那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例子 就是有满足那个解法 不过我们 没办法讲这个 这个我们等靠还是在讲 这个是 我们说 你要有一个满足方式的waiting 然后用test 就是test and say 或是show up right 或者用方式满足方式的一个解法 那 这个我们觉得 时间上来不及 我要先让助教讲一下这次作严 所以考试 就考前五章 因为 第六章 直到二三天之内 没关系 所以第六章 一到二十 通过二十成一 这样做的内容 就是考试的方式 我们就是下个月 应该是上队时间来考 可以吗 大家要记得到 可以考到 我一直把一些 单关的说明 大概 e course 跟课程我给他 那个是不可能的 那个 公布还是这样 那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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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